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協助客戶及社區 減少碳排放應對氣候變化 港燈積極推廣採用可再生能源 港燈訂立了可持續發展目標 在2023年底 將港燈及客戶的可再生能源 每年的總發電量增加到300萬度以上 港燈在2006年投產香港首台 具商業規模的風力發電機組 南亞風彩發電站 我們亦在2010年 投產當時香港最大規模的太陽能光復系統 而在2019年 他們發出超過170萬度綠色電力 減少1,400公噸的二氧化單排放 相當於中了6萬棵樹 港燈亦在不同的分區變電站天台 安裝太陽能光復系統 現時港燈已經有超過10間分區變電站的天台 安裝了太陽能光復系統 每年能夠產生4萬度綠色電力 樓高五層的智式用電生活廊 設有不同的多媒體設施 以及舉辦STEM工作坊 為持份者特別是學生提供免費互動體驗 增加他們對應對氣候變化 節約能源 可再生能源 以及低碳智慧城市發展的認識 客戶可以安裝太陽能或風力發電系統 接駁到我們電網講燈會議 每度電3至5元的價錢 購買系統所產生的所有電力 在2020年9月底 其實我們已經收到超過200宗的申請 當中30多宗是彼氏學校 而英基學校佔其中三宗 在白鋪地小學這裡的太陽能系統 我知道在設計和安裝過程中有些挑戰 阿Kent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最初衡量地點的時候 發覺這裡的日照是非常好的 是適合做太陽能板計劃的 但開始設計和採購太陽能板的時候 發覺傳統玻璃面的重量 是比天台能承受的重力 後來發覺有新技術 就是這隻Flexible 柔性的Monocrystaline 我們裝開之後 發覺它的效率和傳統差不多 結果克服了剛才所說的困難 也是頗開心的 終於現任何挑戰 其實系統在2020年4月 已經成功駁了我們的電網 可以通知你一聲 其實這一個是港島區第一個 採用油性單晶龜太陽能板的系統 我們其實除了減碳之外 同樣重要的是 將它融入我們的教育課程 讓小朋友可以在一個很小的年紀 學到這方面的概念和技術 港燈提供可載生能源證書 給有興趣的客戶營購 客戶可以以每度電額外5毫的價錢購買證書 用來轉換成它們用電的來源 由化石燃料轉換成零碳的可載生能源 2019年230萬度電的證書 亦都全部售出 其中L'Oreal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客戶 是用我們的可載生能源證書 Carol 我知道L'Oreal也計劃一直購買 我們的證書直到2033年 為何會有這個決定呢 是的 我們L'Oreal一直都支持可持續發展 和建構低碳社會 我們希望透過購買再生能源證書 令我們的辦公室採用100%可再生能源的電力 我們亦都很感謝港燈提供有用的建議 例如介紹港燈有關協助社會節約能源 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服務 解釋證書中電量相關的環境權益 怎樣核實證書的認受性 令我們加深對證書和相關服務的認識 除了可再生能源證書之外 Carol 和L'Oreal有否考慮申請其他知識用電服務 進一步減碳呢 有 我們都很希望參加能源審核 為電鋪尋找節能空間 降低營運成本 我們期望繼續為L'Oreal提供知識用電服務 大家攜手一起減碳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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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